我們光復鄉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光律師的代表 我是武人士 大家都叫我阿順 非常開心今天能夠再次來到光復 舉辦1218公投案的說明會 那在說明會開始之前 我先介紹女會的對賓 第一位是民進展花蓮縣黨部的主委 陳錦鋒 陳主委 還有今天出現我們這個場地的 我們的楊代表在外面忙 你們掌聲給他聽到一下好不好 謝謝楊代表 還有我們光復鄉的張惠美總召 感謝你 還有我們黃福順 黃彭穆 謝謝 還有代表我們陳寅立委來的我們的副助理 郭文藝 還有非常照顧我們 長期在我們光復鄉耕耘的我們的吳文明兄 吳大哥 感謝 今天舉辦這一場說明會 我們預計在花蓮舉辦100場的說明會 那今天到這裡算一算應該是第33場 那我想主要今天要說明的這個內容 主要針對12月18號這個四個公投案的內容 要跟大家做說明 那也表達我們政府的立場 那尤其今天是我們花蓮的花蓮人 在花蓮的玉米人熱格部落 我們的總統府發言人我們Glass 特別來到這裡要跟大家來做非常詳細的說明 那我想接下來我就把我這個時間 我們就交給我們總統府的發言人Glass 用我們掌聲來歡迎他 你好大家好 我是Glass 我是總統府發言人 那今天要首先非常非常感恩楊代表 楊代表在哪裡 在這裡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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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今天還有很多我們的很重要的人都在這邊 包括我們的黃東墨 還有我們的好朋友文修 吳大哥 然後呢 還有我們剛介紹的慧梅 非常的重要也在這邊 那感謝大家來 那是這樣的 我先跟大家說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今天大家都是本村嗎 還是隔壁村 我們都是光復太巴朗這裡的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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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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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光復 光復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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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有沒有 好好好 是在這邊 好 那我是玉璃 在安通旁邊的 你好 原民台主播 很久以前 齁 在播過原民台的新聞 有没有看过啊 好像有一点印象 那大家可能会记得的是 我现在是总统府发言人 之前是行政院的发言人 行政院发言人 什么时候是发言 就是在赖清德的后面 这后期 苏贞昌的前期 那一段大概两年左右 两年多 我是行政院的发言人 那一段时间可能大家 也偶尔会有 在电视上看到我 有没有看过我 偶尔有啊 那在这个前面呢 我是立法委员 2016年就是民国 105年开始 我做过一届的立法委员 做过立法委员之前呢 我在桃园市政府 做局长 原民局的局长 在局长之前呢 我做记者 主播做15年 做15年的记者 最后是在原民台有播新闻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 有看过我 那个时候 我今天是回来 我没有板金 我真面目 回来跟大家见面 因为我今天回家 我今天为什么来呢 最主要就是说 就像大家刚才讲的 我们最近大家都在讲公投 公投 是怎么回事呢 那政府是怎么看公投呢 那为什么对方 这个国民党要说四个同意 民进党要说四个不同意呢 那我们今天 那我们今天要给他讲清楚说明白 这是我今天来的原因 总统跟副总统 你们如果有看电视 是不是看到他们最近 都一直在演讲 讲四个同意还是不同意 那总统副总统讲的是四个不同意 最近有看新闻 有看到总统副总统在讲的举手 我们看一下 大概有看到 那因为这个原因 他说叫我回来花莲 讲一下 他们会来花莲 但是可能是下礼拜 下下礼拜才来 所以他们说 葛拉斯你是花莲人 那你要不要也来先告诉大家 这个政府的立场 为什么呢 因为发言人每天都跟总统在一起 每天都跟副总统在一起 最了解他们的想法 所以他们今天放我回花莲 说请你把我的想法跟大家说 我说好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公投 如果我在讲的过程当中 大家有疑问随时举手 这样好不好 那我希望我可以在20分钟以内讲完 不要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 那第一个在我开始讲之前 我要跟大家说大家放轻松 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 因为今天没有选人 没有喊动算动算动算 今天不是讲这个 今天也不是讲哪一个党比较好 哪一个党不好 不是哦 今天是讲四个事情 讲事情就是论事 公投就是这样 公投的意思是把 选人的叫选举 选事的叫公投 所以今天等一下你会看到有一些政策 其实是国民党也做 民进党也做的政策 我们立场是一样的 只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等一下我们是就事论事 把事情讲清楚给大家了解 所以第一个大家就放轻松 那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点压力 担心自己为什么来参加这个很奇怪的聚会 其实不奇怪 民主开放就是这样子 好那我第一个要讲的 那我先来讲公投好了 因为我刚才讲到这一个 12月18号 大家可以去选 不是去选人哦 单纯就是拿到这四张票 如果你们愿意公投 那这四张票上面 我问大家有没有人的名字在上面 你们看有没有人的名字 有没有 这个证明我刚才讲的 公投不是选人 公投是选事 对事不对 所以公投本身就是针对事情来辩论 来讨论 来同意或是不同意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以前也有公投 但是以前的公投很难通过 很难连署 很难承案 那很久很久以前 以前的政府 在面对公投法的时候 比较希望人民不要来公投 所以门槛很高 例如说说要九十几万人连署 才可以通过 所以我们在当 我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修了公投法 有两个事情很重要 我们都要weg 一个就是把可以公投的年龄 从二十岁收到十八岁 所以12月十八号公投那一天 十八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去投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把大选跟公投分开 我跟蕭美琴跟陈恩盈 我们那一届的立委 大家一起修法 说民主就是大家不要吵架 大家不要为了选举伤感情 部落不要为了选举撕裂 我们讲事情的选举 就对就事论事去整 选人的先放一边 所以公投跟选人的选举分开 我们这一届 我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们就修法通过 公投不要绑大选 已经分开了 每两年 每一年的八月的第四个礼拜 法律规定哦 是公投的日子 今年比较特别 因为有疫情 所以公投从八月延后到十二月 但是法律规定 我们修法通过是说 每两年的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就是法定的公投日 就是法定的公投日 但是现在有人呢 说我们要把公投跟大选绑回来 我们不同意 我们不同意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选人就去选人 选事就去选事 今天我们在这边不用很激情很激动 还是去骂别人 批评对方的候选人 不要 我们就是就事论事 这是为什么我们公投 不要绑大选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三年前的公投 2018年在选县长那一年的公投 2018年在选县长那一年的公投 绑大选 绑大选 大家记不记得 不知道在马康埃斯太巴朗投票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拿到公投票 你们三年前有没有投公投 你们有吗 有投公投的举手好不好 那一年有 那你们拿到是不是十几张公投票 公投的票很多 结果在人少的地方没有关系 可是在花莲市 花莲的北部 出现还在投票的时候 已经在开票 因为人很多 公投很多 就是因为一个选民 那个盖章要盖县长 要盖议员 要盖相代表 然后又要公投一 公投二 公投三 一个人进去选举的 那个投票 投票这个空间 要盖很久 结果塞车 所以前面的人还在排队要投票 后面的已经开票 我们希望 我们自己犯过的这个错误 政府犯过的错误 不要再犯 这是为什么这一次 我们也认为公投 不要绑大选的原因 在吃过去的错误的经验里面 在吃过去的错误的经验里面 学到教训 所以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说公投再绑大选绑回来 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为了他们2022的选举的原因 还是为了2024选举的原因 我们不知道 但是政府的立场就是公投 不要再绑大选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立场 好 那这一题 你12月18号拿到这张票 上面会写什么呢 慢慢看 通常这个都很难懂 很难懂很正常 这个是大部分的人不了解 所以我慢慢讲 你拿到的票会说 你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成立后 如果刚好遇到全国性的选举 全国性的选举是什么呢 就是选总统 选立委 选县长 就是全国一起选的时候 在符合法规的情况下 公投应该跟这个选举日同日举行 你是否同意 那总统副总统 包括我自己的立场 就是要跟大家说 我们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 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坚持还是说 要把选人跟选士的选举分开 分开理性的讨论 像今天在这边 我们理性的讨论这一题 不是喊谁动算动算 不是在选人的 放下激情 减少对立 资讯透明 看一件事情就是论事 这是我们要的 所以这一题呢 如果你拿到这张票 我们的立场就是不同意 好这一题讲到这边为止 大家有听懂吗 这样有听懂 那这一题我们的立场是这样 如果有问题随时可以举手 没有问题 好那接下来 我再先讲这一题 好这一题呢叫做三街 这两天如果你们有看电视新闻 有没有看到说总统三天 两三天以前有一个新闻 说总统去第三街收战 去看藻礁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有看到的举手 好这两天有看新闻的 好总统去哪里呢 去三街 大家最近是不是经常在新闻里面 还是正论节目看到三街 听到三街 可是什么是三街 你们知道吗 知道三街的人举手 三街有一些人知道 有一些人不知道 好这个很正常 那其实我要跟大家说 如果你听到三街 你觉得你不知道是什么 很正常 坦白跟大家说 我的妈妈前几天跟我说 古达斯你很忙 你都跑来跑去 我都看不到你 你到底在忙什么 总统也在讲三街 你也在讲三街 副总统也在讲三街 三街 三街是什么 我先跟大家解释三街是什么 第一个 有三就有一二 三街就是第三座台湾 第三座用天然气发电的电厂 所以叫做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所以要跟大家说有三是不是有一二 台湾已经有第一座天然气接收站 用天然气发电的电厂 已经在发电了 已经在发电 在高雄 第一天然气接收站 叫一街 也有第二座 第二天然气接收站 已经发电了 在台中 叫二街 所以大家知道 原来现在要盖的 大家一直在吵的三街 就是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要盖在桃园 靠海的地方 叫做大潭 在大潭的海边 这个就是三街 好 我先讲到这边 三街的意思 现在大家有没有了解 好了 这个就是第三座 台湾 历史上第三座天然气接收站 好 讲到这边 我要先问大家 为什么要盖三街 先不讲为什么大家反对 先讲为什么大家要盖三街 第一个 先请问大家 我们全花莲用的电 是哪里发电 大家知道吗 是不是花莲在地发的电 不是哦 我们全花莲发的电 是台湾的中部跟南部发的电 我们花莲人自己没有电厂 没有在发电给我们自己用 我们每天每天吃的电 都是从台湾的中部南部来 都是靠台电的这个配电的系统 穿班山月饼 从能高的系统配电过来 好 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要盖三街 台湾的北部 人很多 工业区很多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桃园 新北 台北上班 这里很多人很多工业区 科学人区 但是台湾的北部 每一年只产出台湾全国需要的35%的电 可是台湾北部却需要全台湾40%的电 给人给工业区来用 也就是说北部自己生的电 不够他自己用 北部人每天吃中部跟南部的电 现在再加上你们已经知道 长久以来花莲也吃北部 台湾的中部跟南部的电 所以台湾需要电 台湾需要盖第三座天然气接收站 来用电 这是我们要盖的原因 而且是从国民党时代 到民进党时代大家都同意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今天不是在选人 不是在选党 就是论事 公投就是这么理性 很好 好 国民党时代也知道 要盖天然气接收站 但是现在出现问题 为什么要公投 为什么有人反对 原来是有环保团体说 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要盖在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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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他盖的位置不对 原来在那边有天然的藻礁 很珍贵 藻礁的绑炸的话 叫做 坎拉 我们中古 中古 中古 中古法东中古县 比较少人用 坎拉 但是海县比较有 就是那些礁石 那大家现在看刚才那个台湾的图 我现在把它转过来 这边是台湾海峡 喔 啊这里是台北 这里是台中 好 国民党时代已经规划 民进党时代完全认同 因为我们需要电 唯一的差别是哪里 国民党时代规划的范围比较大 232公顷 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他的范围很大 环保团体就说不行 你看藻礁在这边 海洋生态很重要 你们的三阶接收站的规划 伤害了藻礁 所以我不支持 一年两年过去 刚好2016年换总统 刚好换了一个总统 刚好这个总统 我们的确是认为 如果我们爱台湾 爱土地 爱地球 爱海洋 所以我们的政党是 的确是想说 好那我们要两全 我们听进去环保团体的话 我们要保护藻礁 可以有一个妥协的方法 我们跟环保团体说 你退步 我退步 那我们不要把三阶盖在藻礁 但是把黄色的部分 是我们缩小的范围 以前国民党时代画很大 但是现在换蔡总统以后 我们画小一点 把三阶天然气接收站的范围缩小 本来232公顷 现在在海边23公顷就好 缩小范围 各退一步 我们合作 又保护藻礁 又来发电 环保团体说 我不要 我不接受 我们的政府说 我们了解 这不是最完美的状况 我们还是各退一步 互相合作 环保团体从一年多以前 就坚持说我不要 我不接受 因为我只要100分的答案卷 我寸土不让 总统到三天前 又来这里哦 你们刚才说 你们有看到新闻 三天前总统自己又来这边 大坛电厂 跟大家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三阶没有盖在藻礁上 第二件就是说 拜托大家三阶的发电 攸关花莲能不能用电 北部能不能稳定用电 拜托大家要支持 我们要盖三阶 环保团体还是说 我不接受 我只接受100分的答案卷 我寸土不让 我不妥协 讲到这边 政府的立场真的是摇头 我们只好说 我们不同意 你们看 这一个公投的那个票 你们如果12月18号去拿 你会看到上面这样写哦 上面写说 你是否同意 中游第三天燃气接收站 第三天燃气接收站 就是我刚才讲的三阶 第三天燃气接收站 千离桃园大潭藻礁海岸其海域 关键字重点就是千离 这个题目说 政府要马上千离 千离代表什么 千离代表你现在搬走 千离代表从国民党时代 就已经盖到现在 已经快要完工的设备 马上停工 千离代表说 不准发电 千离代表他们不妥协 不接受 所以在这一题 总统副总统 包括我自己 我们的立场是说 我们还是要回座 已经各退一步 我们希望三阶要发电 所以这一题说 三阶天燃气接收站 要千离 我们就不同意 这是政府不同意的原因 我解释到这里 这一题大家有没有清楚 这样有清楚 这样有清楚 好 这一题讲完哦 很快哦 那再来就是这一题 这一题讲的是 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好 那最近可能大家在正段节目 还是新闻 大家都会看见 说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那倾向于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都会跟你讲说 这是有毒的 毒肉 现在的政府很毒 现在的政府很毒 要进口毒的肉 把人民毒死掉 这个是你们会听到 另外一派的讲法 但是政府要告诉大家 真正正确的资讯就是 那是一个错误的 假的资讯 这个题目没有跟大家说 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进口的肉 就算还有莱克多巴胺 也一定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以下哦 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以下的那种肉 才可以进口到台湾 不管是什么肉 现在台湾人吃牛排 有美国来的牛肉 一样有莱克多巴胺 但是就是在安全剂量的范围以下 那种牛肉我们才可以进来 现在台湾人很多人都在吃 但是现在呢 台湾完全没有一斤一克一片 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在台湾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没有要吃 从来没有人要进口 你们看台湾的猪肉市场 去年2020年 百分之92% 台湾市场上哦 连全联 连传统市场 家乐福 统冠 传统的市场这些加起来 如果有卖猪肉 92%都是台湾猪 因为台湾人不吃美国来的 其他国家来的冷冻猪肉 因为有腥味 因为不新鲜 我们都要吃温体猪 没有想到这个政策上路 这个不是新的政策哦 这个政策其实今年的一月就开始了哦 可是台湾从今年的一月 从来都开放进口 但是从来都没有人进口 到今年开放进口以来 台湾市场上的猪肉 竟然台湾人吃更多台湾猪 2021年 93%的台湾 在台湾市场上的猪肉 都是台湾猪 台湾人不吃 这是为什么导致 台湾市场上的猪肉 但是根本没有人要进口 美国来的猪肉的原因 因为不管是全联 不管是肉品行或是家乐福 进口美国来的猪肉 铁定就是卖不掉 那你说另外7%是哪里来的 对 我们有国外来的进口猪肉 但是是从西班牙 加拿大 还有英国欧洲这边来的 所以你们要看哦 这一题的题目说 好像现在市场上 已经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政府应该全面禁止 这一题的题目有误导大家的嫌疑哦 他的题目是说 你是否同意政府应该全面禁止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内脏还有相关制品来台湾 题目本身就充满陷阱 题目本身就充满了敌意 还有不正确的资讯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 这一题我们一定要按不同意 因为这一题开放 美国的莱猪进口 大家会说如果是这样子 那政府为什么要开放呢 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是做生意的逻辑 那我们的东西想要卖出去 我们的半导体想要卖出去 我们说别人的东西也要进来 有来有往 台湾人不吃 这个是一个事实 但至少政府可以对美国交代 说一个是开放的 我开放你的肉可以进来 但是如果台湾人不吃 政府不能逼我们台湾人去进口 不能逼我们台湾人去买 政府这样跟美国人说 美国人就了解了 他说哦好 那至少你们可以跟其他的国家一样 都是用相同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经贸谈判 那这一题莱克多巴胺的猪肉的原因 其实是这样 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了解 大概了解了 最后一题我很快的讲 最后一题叫做核四 跟我刚才解释三阶的意思是一样 三阶就是台湾第三座天然气接受站 核四呢就是台湾第四座核能发电厂 那我问大家 那是不是有第一座第二座第三座 那第一座第二座现在在新北市 已经用核能发电厂 已经用核能发电厂 那第二座呢 第三座呢是在屏东 正在用核能发电厂 好 那核能发电 核能发电厂 就会产生核肺料 就是用发电给它发电的那个原料 用完了之后会剩下来 你要把它丢掉 核肺料 它会有核辐射 但是大家会想说 那是什么是辐射 到底什么是辐射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有没有照过S光 S光有没有照过S光的举手 我看有多少 好 我也有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还是健康检查的时候 照S光 那有没有照过电脑断层的 电脑断层有没有 好 一样 我也有 也是说健康检查 不舒服的时候 那我请你们回想一个场面 你在做S光的时候 还是你看你的家人S光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身体的衣服都脱掉 然后你就 护理师自己是穿很多包的紧紧的 他把你已经固定在那个房间以后 他是不是自己赶快跑出来 是这样吧 对不对 门是不是关起来 然后他说好好好 我先出来 我先出来才帮你照 照S光 电脑断层也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有辐射 虽然在医院里面的剂量不多 你们每一次照S光都是你 那一天可以忍受的剂量 但是护理师因为每天每天都在那里 他每天照好几个病人 他当然要保护自己 为什么要离开 因为辐射可能会伤害你 辐射造成的结果 如果就是出现酱状腺癌 甚至可能有不孕的一些状况 这是很严重的辐射伤害 所以大家要赶快跑出来 这就是辐射 好 但是核能发电 可能就会产生的肺料 就会有辐射 那我刚才有讲哦 40年前已经有核一核二核三场 他们的核废料放在哪里 他们的核废料有一部分放在自己的核能电厂 有一部分放在台东的原住民的部落 原住民的部落 你说如果核废料不安很安全 为什么要放在很远的地方 那可能他有一点问题吧 好 30年40年前放在核废料 这里有去过蓝羽的举手 有吗 有一些 那边是不是达物族 是吗 亚美族 他们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伤心 开始抗议 说核废牵出蓝羽 反对核废料 因为他们已经听说 辐射是很恐怖的东西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不问我们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跟一个那么大的建设 怎么有可能当地人不知道 是谁决定的 是谁决定的 当地人真的不知道 是谁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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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因为我回家 今天因为我回家 回花莲 我给大家看一个 我在行政院的时候 发现的公文 很老很老的公文 这是民国64年 当时行政院的公文 是很小 等一下我用念的 但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字 这是什么 然后呢 奖金国 那很古老的人 大家还记得他吗 记得 民国六十四年 他是行政院长 那个时候还是老奖奖总统 他是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决定 什么事情呢 你们抱上来 使用兰语 作为国家放射性 固体废料储存厂 继续规划 请准语照办 当时的奖院长同意 合废料放在兰语 不用问当地的人 爱放就放 爱丢就丢 爱选哪里就哪里 放在那里最好 因为离台北很远 好 那个时候就放在那边 这一张公文非常的关键 合废料 为什么放在原住民的部落 结果又过了三年 民国六十七年 那个时候奖金国做总统 那个时候行政院长是谁 院长是谁 孙远玄 孙远玄 你们还记得他吗 有些人还记得 我现在要讲这个不是针对这两个人 我这一再强调这是对是不对的 我的重点不是他们 因为那个时候的政策就是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的政策就是这样 我只是要给大家看说 当时的孙远长就说 那三年前他们的规划呢 你们请求准宇 在兰嶼地区建设 国家放射性废料储存厂的工程 准宇照办 当年的孙远长 最后同意 要在兰嶼 说你们规划成功 就给他盖在兰嶼 这两张公文是兰嶼 核废料放在原住民部落 非常机密 曾经被关起来 两三年前我们做调查 发现的公文 因为我们要跟兰嶼人交代 虽然不是现在的政府做的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 当年怎么回事 好这两张已经证实 说兰嶼人真的不知道 而且当时的政府没问 好那他们就给他盖了 有去过兰嶼的人就看 你们一直在电视上说 听到核废料核废料 原来核废料是放在这种地方 你看 这些都是蚝沟 核废料的蚝沟 核废料放在下面 他就在海边 你们有没有看 靠海很近哦 比海很近的地方 跟日本福岛的核电厂 靠海的距离是一样 放在这里 好有人没有去过兰嶼 就算有人去兰嶼 不见得你去过核废料厂 我去过我给大家看 你如果走近一看 里面就是长这样 这个呢 它的高度其实不高 你走到旁边的时候 它的高度差不多到绿色 绿色的那个部分 它上面有高度 下面有深度 一排一排都是有深度的蚝沟 核废料组存蚝沟 里面放什么 就是一桶一桶的核废料 核废料放在桶子里 桶子就放在这里面 四十年来 四十年来放的超过十一万桶 台湾人不要的核废料 放在原住民的部落 这是真的到现在还是这样 你们会说哪里有可能 那么大的一个建设 那边的人不会问吗 就在家的旁边盖 难道不会问 那边的人有问 来这边说 你们在我们的部落盖什么 四十年前工人跟他们说 我们在盖鱼罐头工厂 鱼罐头 当地的人想说 看起来好像有点像 鱼罐头 因为我们吃鱼嘛 结果没有想到是核废料 南语的人非常非常的痛苦 好 那现在大家一直讲说 核能很安全 核废料很安全 结果没有想到 民国九十六年到民国一百年 发生这件事情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核废料哦 大家看核废料长是不是在海边 海边是不是容易生锈 结果那个一桶一桶的桶子生锈了 台电发现说 这个是有辐射哦 很危险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怎么想办法呢 想做一个办法 把生锈的桶子里面的核废料拿出来 放在新的桶子里面 那就可以继续放在来雨 那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听起来好像不错 没有想到承包这个工程 这就是核废料 这个是核废料 这个是核废料 把核废料拿出来的时候 那一整个过程 不像现在是在密闭的空间 完全是在开放的空间 里面这些都是当年放进去以前被压碎粉碎的核废料 核废料的粉开始飞 哇 开始飞 飞到水里面 蓝鲁的人 到户里面 蓝鱼的人 中桶芋头还有菜吃下去 蓝鱼的人 当年看到这个照片 更加愤怒跟伤心 非常的无助 非常无助 因为这样的照片 他们说这个不知道自己喝的水 自己吃的芋头吃了多少年 到底是不是安全 何废料 很多人都说 你又碰不到 很安全 其实你看就算没有地震的天灾 有没有可能人祸一个不小心 他们应该不是故意哦 工人不是故意 可是他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 有没有可能造成核辐射的外泄 是有可能哦 因为这样来与人开始抗议 抗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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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核辐射旅里 核辐射搬鱼 核飞射搬出蓝宇 核辐射搬回台湾 我们蓝宇的人用的电 从来没有一度电是何能发电的电 竟然要把核辐射放在我们这里 核辐射搬出蓝宇 核辐射搬回台湾 抗议非常多年 好 重点来了 核费料搬回台湾的话要放在哪里 没有想到30年后 在花莲的原住民的部落 竟然被怀疑 可能也认为可以来放核费料 地点在哪里 在秀里 民国101年102年 30年前在台东原住民部落出现的话 重点在这个晚上的画面 101年出现在我们花莲 相同的悲剧发生在我们独骨 弟兄姐妹的家 他们站出来抗议 这是真的哦 花莲的秀里的独骨 ante台北抗议 说反对核费料放秀里 这个消息是怎么会曝光的 谁知道 原来当时萧美琴发现 怎么有地质学家 在花莲的秀林 开始在钻钻钻钻钻土地 说要做地质研究 后来去查发现 那一段时间 在花莲的秀林 还有宜蘭的南澳那一块 一直有人在挖石头 我们怀疑就是何被料 他们想放那里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这一带的石头很坚硬 你们花莲很强 你们有花钢岩 非常的硬 非常的坚固 不只可以放低阶的核废料 还可以放高阶高辐射的核废料 要拿来这里放 想试试看这里的地址好不好 经文一爆发 独入固的人受不了上街抗议 说我们不要 那个时候我们问台电台电第一时间是否认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在做地质调查 那边的人说为什么总是挑到原住民的部落放核废料 那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做地质的科学的调查 这个时候你会想那谁可以替我们把关呢 我们原住民难道有发生权吗 那个时候县长是谁 我们那个时候要问县长其实可以替我们把关 这个时候也就知道 民国101年102年 花莲的县长 那个时候是傅昆琦当县长 他现在是立法委员 好当年 所以我要一直跟大家说就是论事哦 当年核废料说要放秀林的时候 他的回答其实是对的是好的 他说核废料放绣灵吗 我傅昆旗会带原住民出草哦 因为核能发电产生的核废料是坏东西 我花莲不要哦 如果你敢放在绣灵 我要出草抗议哦 这张图不是古老史乱做的 这个是东森新闻 这个是真正的 我只是把当年的新闻给大家看 这时候就让我们看副县长 真的讲过这样的话 替我们花莲人法官 结果县长讲这个话以后 花莲没有解除警报哦 过了六年 民国108年 这是中国时报的报道 要说 合肺料要不要给他从台东搬来 搬到另外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徐县长 那个时候已经当县长了 他的回答也不错 真的 好 我33万的花莲县名反对哦 因为我认为核四产生的核废料有辐射 是坏东西 所以我花莲不要哦 县长就是有这样的责任跟义务 保护他的县名 所以县长说的我们认同哦 那现在 因为总统副总统开始在宣传 我们的立场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民进党一直以来都反对核能发电 所以现在开始宣传四个公投案 包括我们反对重启核四 说不同意 结果现在就有议员想说 两年前县长是反对的哦 那现在县长反不反对 11月17号 在花莲县议会 一个国民党自己的议员哦 国民党自己的议员叫林中坤 就问徐县长 说说啊 那现在真的有人要公投了哦 以前都是说说的哦 现在真的有人要公投说核四要重新运转 你同意不同意 徐县长的回答不一样 徐县长的回答说我四个都同意 议员有一点怀疑就问哦 四个都同意是包含重新启动可能很危险的可是哦 徐县长回答 四个都同意 对方都同意是包含重新的议员 对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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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都同意是包含重新的议员 对方说 好 讲到这边 我只是要把事实给大家看 现在正在发生在花莲的事情 就是这样 重点不是哪一个县长 重点是这一个合废料 合废料到底可不可以放在花莲 那你同不同意 而且如果现在的县长 他的立场已经改变 那你要保护你自己 我坦白讲 现在就如果县长他的立场改变 他已经没有办法替你把关的话 我今天在这里讲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只有一票 我是一个人 plus再怎么讲 我也只有一票 可是如果你自己不愿意看到这个东西 可能放在秀里 这个要小心 这个不是说放在秀里 你离我光复很远 这个是辐射的问题 它会一直飞哦 所以如果你不愿意这个状况的话 我要跟大家说政府的立场就是反对重启核四 对台湾需要电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 台湾需要的电力的来源 可以从天然气发电 核能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为什么一定要核能 我可以天然气啊 我可以太阳能啊 我可以风力发电啊 为什么不要呢 所以政府的立场就是说我们反对核四 我们不要用核四 我们不要用核四 我们花莲人说核费不要放花莲 但是总你要想哦 从总统和副总统的角度 他放在哪一个线他都会被抗议 所以从他的立场来看 他就是最好都不要用 最好不要用这种 因为核费料很难很难解决 所以政府的立场在这一题 就是跟大家说 我们反对重启核四 尤其作为花莲人 我plus反对重启核四 因为核四 核费料可能会放在花莲 这一题我讲到这里 已经讲完了 大家有没有听懂 有 好 那最后呢 我再做一个结论哦 很快 走过一遍 四题 这是一个选市不选人 就是论市的选举哦 如果12月18号 你拿到这一张 上面写说 你是否同意核四 起风商转发电 因为我们反对 核费料放在花莲 所以这一个我们不同意 这一题 你是否 同意政府全面禁止 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因为我们认为现在根本就没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在台湾 而且台湾人不吃 而且政府没有叫你吃 这个题目本身就是充满了错误的资讯 所以我们也不同意 那这一题 我们希望每两年都有一次干干净净 不准买票 就是论市的公投的选举 就像现在这样 我们不用吵架 我们不用喊动算 我只是来这里跟大家解释我的理由 拿证据给大家看 所以这一题说 你是否同意公投要再绑大选 那我们的立场也是不同意 因为民主就是我们总要有 你可以选人的还是要选 但是选市的公投还是要有空间 让我们来讨论 最后一题 你是否同意中游第三天燃接收站 撤离桃园大潭 让我们不能发电 我们的立场也是反对 为什么 因为花莲需要用电 花莲需要北部继续发电 这样我们花莲才可以有稳定的电 可以用 讲到这边 四个不同意的理由 都跟大家讲了 这样大家有没有听懂 这样有清楚吗 有 过清楚吗 感谢大家有的话讲完了 谢谢 好 谢谢国拉十八言人 我想刚刚他说明的非常的清楚 那因为他待会还有别的场次要赶去 那在他要去别的场次之前 那想说跟大家合个人来做个留恋 那我们也顺道请我们民进党花莲宪党部的主委跟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的我们国附执行长来跟大家一起照相 那我们手脚也顺便动一动 刚刚做了差不多五十分钟 那大家双手借给我啦好不好 十二月十八我们四个公投的不同意 我们有一个手势啊 来把我们的双手放在我们的胸前 你一个我们不要的不同意的手势好不好 来我看看 大家手动一动 好这样可以 好这个是四个不同意 那我喊台湾更有力的时候 请举出你的右手用力的正臂 好不好来我看看 看看大家做的好不好 哦很好很好很好 好来我数到三我们来大家来喊一下这个口号 来一二三四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力 好再一次哦 四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力 好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幸福 还没有举牌 有啊有啊有没有啊 好来来来 大家手上有这个手举牌 那我们也要拜托我们的青鸿好友 十二月十八一起出来投票 十八岁以上就可以出来投票哦 好笑一哥 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哦 那请大家先不要离开 因为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行政院 东部联合服务中心的我们郭副执行长 来介绍这几年在小镜总统执政带领的行政团队 来为我们花莲有许多的这个建设跟进展 那接下来我就把麦克风交给我们行政院 东部联合服务中心的郭副执行长 请掌声鼓励 谢谢我们民主代表 那么要跟各位报告之前呢 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再次为我们花莲优秀的子弟 Glass呢 掌声来鼓励一下 不容易啦 每天五六都在花莲奔波 那事实上他每天都在关心花莲的事情 通过我们通过的党务啊 发与什么大小事情 我们有时候拜托Glass在上面跟我们协调 所以Glass确实是我们花莲之光 阿美主之光 谢谢 不要忘记哦 好不好 好 好 我先去另外一边开讲哦 也是绑大的部落哦 好 好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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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